大家都说你美翻了 然后有人说 感觉和十一年前的专辑的装造很像 是有什么小巧思吗 没有 没有想要说复刻之前的感觉 只是我觉得这次舞台 年底一个是观能支配 是第一次表演嘛 然后就是舞顶着火 也是跟弟弟做了一个合作 就是两个舞台对我来说 青年快年都还蛮特别的 我青年年都比较珍惜表演的这种机会 所以我想说就是弄得稍微不一样一点 然后正好我也没有在剧组拍戏 所以有一些精力可以来做准备 就提前找了一些方案 给我的那个发型师和化妆师 然后跟他们一起讨论 从最开始的想法 然后到最后在舞台上呈现 花了我的精力和我的体力 和我的时间去做的 我参与了很多 然后所以我觉得整体出来的效果 我自己都还挺满意 我再也非常满意 感觉这么多年一点都没有变 反而是越来越美 然后多一种成熟大气的气质 我也是很久没有戴隐形眼镜 我其实没有看到以前的照片 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带一个有颜色那种 就是让大家就是 因为近几年就是拍戏比较多嘛 大家可能更多是在作品里面看到我 作为演员的宋茜 可能就今年真的是没在剧组 就是有时间去想这些东西吧 就去买了很多那种美童回来试啊 我其实也没有说故意说 非要跟那个相似啊怎么样 就正好撞到了 网友都说就是火宝已经是一哥的地位了 一哥吗 对 你看到这种评论了吗 我没有看到 那对于他有这么长的花期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说的花期再长一点 永生 他都说舞台是你的统治区 舞台又是我的统治区 怎么哪哪都是我的统治区 怎么 还有人说什么是你的统治区吗 年夏是我的统治区 我还说都市剧是我的统治区 咱我哪哪都统治啊 谢谢大家 那舞台能不能再多来一点啊 真的很爱看 有机会吧 以后的舞台 我也还是会比较慎重的选择 不会说就大家可能喜欢看 我就乱来了 我还是要保证我自己做的东西 是有品质的 是有要求的东西的 对自己要求好高 要求不高 但是要做到尽可能的不留遗憾 每次乱来随便跳一跳什么东西的话 干掉别的不好 那最近和王和弟合作这个吗 就是又被贴脸开大了 有没有就是被他搬上舞台 有没有一种奇特的感觉 就还挺酷的 因为之前就是节目组跟我说 他们有这个想法 想让我和弟弟合作这个舞台的时候 我就有说就是 那我希望它是一个完整的舞台 而不是说弟弟来给我客串了一下 对我希望它融合的好一些 然后因为是那个就是 他们节目组就是找那个老师专门去重新编曲 所以我希望这个东西就是融合的 让它自然一些 然后就像是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感觉 对让弟弟也能够更好的融入进来 就由他的加入 包括一些rap的部分加进来 我觉得让这首歌更生动了 更有画面感 有剧情感了 被那个当时的洗脑了是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吉他专门 天真人容易犯错 无敌会着火 到底写的错 他怀里动作总要为完美背过 天真人容易犯错 无敌会着火 每个人容易犯错 无敌会着火 每个人容易犯错 无敌会着火 到底写的错 他怀里动作总要为完美背过 很幸福 包心这墙 包心下属 包心这墙 背上刀 给了个人家的蓋头 我认为更多谢 连续三十十 我们来看 是会将家尝 放进心的错 听过是我的错 我都不活 你再让什么 只是原来自我更好 你帮你又会 爱 断会着火 我们也不关心 无敌日处 在自己脚落的胸 我们都可以 OK 看着能刷散 唤你再有错 책 抹萨它 还要留下 想说 我们 云 猛破日子 天真人舒 搖满身旁 堆着任性来伤 在阻挡街道 穿穿着搖满 最有时候说 和你不随便 让你感受 不一定会交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奈良的音樂 心奈良的音樂 熱情 你不能讓人知道 你不能讓人知道 但是我的夢想讓我變成一段歌 但是對我而言他們都是親喚的 只有我們大概是你們的迷茫 離開之前在地心裡別人迷茫過 tend all and away 睡在最後天的都想要不來 你不想問那個人一樣 我不願留意淹不入你的角落 就不願留意淹不入你的角落 媽啊太擠了 不願留意淹不入你的角落 不然不入你的角落 今日被上訴 無縷超過 今夜 今日被上訴 無縷超過 請問他一起談一談 大家知道王大 nồng 超 nồng 是的 這是那個 多嘲會員 今天直播都能看到 哈喽 虎场大考问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宋倩 那大家就是看片花海报就已经觉得拜倒在宋倩的西装下了 然后真的爱惨了灵溪这种干练 事业型女强人的气质 那这些评论你的内心外思是什么呢 好 谢谢大家喜欢 就是终于播了就很开心 大家能够喜欢 然后能够觉得灵溪很洒 然后很好看 然后觉得剧好看我就觉得很开心 那你自己看后面去哈 不愧是姐这么帅 没有啦 我也是第一次看正片 我也是就是跟观众们一样的心态去看 我实在真的蛮好看的 那其中有很多大女主啊 双V啊 追击火葬场啊 什么破镜通缘这些元素 观众都说我是图狗 我爱看 我也是图狗 我爱看 那你觉得哪个剧情桥都只能拿捏你呢 我可能就是更喜欢就是两个人真的和好之前的那种 就拉扯的那种就那种欺负我啊什么那种的 明明互相喜欢那就是不说 你不觉得很憋得慌吗 那不是好看了吗 那剧中都说灵溪好能怼吗 大家都说灵溪的嘴能不能借我用一用啊 借你们 借你们 都给我做出表情报 那你觉得这种毒舌体系有点本色出压了吗 对 其实还蛮爽的演这种 就是她很理性嘛 然后很清醒 那最近还有没有杀到什么就是让你发出爆笑的心梗啊 那个天天生气了那个 有没有模仿一下 有 就发出来吗 咱们呼场发吧 啊 请问那个人 那你知道又幸福了姐又幸福了哥这个梗吗 不知道 我知道那什么老公姐什么的 但是我没太懂那个什么意思 就很A的感觉吗 对 老公是一种性别 就是感觉很帅 那当然是姐 但是他想找老公 哦 我以为是老公她姐呢 就这种大姐的感觉 那你知道又幸福了姐的吗 又幸福了姐 宰婚的 又幸福了姐代表的是短时间的又有一件事情 让她觉得很幸福 可以应用在影视剧男女主的高甜片段中 预测一下你觉得你们这个剧播到哪里会有这种弹幕出现 每个部分吧 我觉得应该每一集或者是隔一集 就是会有吧 会幸福一下吧 对啊 不幸福吗 两个人拉扯的事也超幸福的呀 幸福了他哥他姐 护怼很开心啊 不开心吗 我们怼的不让你们开心吗 你们都想借我的嘴了还不开心 骗谁呢 那不一样吗 那你一直在护怼 但是没有感情就是 那哪是带着感情在怼啊 打着青霸山 爱图公园脚出来 幸福的姐后 来找姐了 跨年舞台就是大家都说你美翻了 然后有人说感觉和十一年前的专辑的装造很像 是有什么小巧思吗 哦没有没有没有想要说复刻之前的感觉 只是我觉得这次舞台 年底一个是关灯支配是第一次表演嘛 然后就是舞顶着火也是跟弟弟做了一个合作 就是两个舞台对我来说青年快年都还蛮特别的 我青年年都比较珍惜表演的这种机会 所以我想说就是弄的稍微不一样一点 然后正好我也没有在剧组拍戏 所以有一些精力可以来来做准备 就提前找了一些方案给我的那个 发型师啊 化妆师啊 然后跟他们一起讨论 从最开始的想法 然后到最后在舞台上呈现 花了我的精力和我的体力和我的时间去去做的 我参与了很多 然后所以我觉得整体出来的效果我自己都还挺满意 我再也非常满意 赶紧这么多年一点都没有变 反而是越来越美 然后多一种成熟啊大气的气质 我也是很久没有戴隐形眼镜 我其实没有看到以前的照片 我就觉得好像可以戴一个有颜色的那种 就是让大家就是 因为近几年就是拍戏比较多嘛 大家可能更多是在作品里面看到我 作为演员的宋茜 可能就今年真的是没在剧组 就是有时间去想这些东西吧 就去买了很多那种美童回来试啊 我其实也没有说故意说非要跟那个相似啊 怎么样就正好撞到了 网友都说就是活包已经是一哥的地位了 一哥吗 对你看到这种评论了吗 我没有看到 那对于他有这么长的花期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说的花期再长一点 永生 大家都说舞台是你的统治区 舞台又是我的统治区 怎么哪儿哪儿都是我的统治区啊 怎么 还有人说什么是你的统治区吗 年夏是我的统治区 我还说都市剧是我的统治区 咱我哪儿哪儿都统治啊 谢谢大家 那舞台能不能再多来一点啊 真的很爱看 有机会吧 以后的舞台我也还是会比较慎重的选择 不会说就大家可能喜欢看我 就是乱来了 我还是要保证我自己做的东西是有品质的 是有要求的东西的 对自己要求好高 要求不高 但是要做到尽可能的不留遗憾嘛 每次乱来随便跳一跳什么东西的话 干掉别的不好嘛 那最近和王和弟合作这个吗 就是又被贴脸太大了 有没有就是被他搬上舞台 有没有这种奇特的感觉 这还挺酷的 因为之前就是节目组跟我说 他们有这个想法 想让我和弟弟合作这个舞台的时候 我就有说就是 那我希望它是一个完整的舞台 而不是说 弟弟来给我客串了一下 对我希望他融合的好一些 然后因为是那个就是 他们节目组就是找那个老师专门去重新编曲嘛 所以我希望这东西就是融合的 让他自然一些 然后就像是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感觉 对让弟弟也能够更好的融入进来 就由他的加入 包括一些rap的部分加进来 我觉得让这首歌更生动了 更有画面感 有剧情感了 被那个当时的洗脑了是吗